比赛马上开始郭燕发球 来 郭燕 0比1 这个等于是郭燕这个自己的发球轮次呢 应该讲没把握好 是的 丢两分 你要说最起码打1比1还好 漂亮 从开局这三分来讲 其实我觉得比较正常出现的情况 就是说有两分球郭燕丢的 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显得很平淡 对 很软 这个相似的这个质量没有出来 那么从前四分的情况来看呢 郭月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硬栏的 对 尽管他前面那个球他丢了 连续拉没公司 但是路子是对的 而且刚才反正有一个暴冲 这车打得很果断 而且两个是连续中路偏正手 位置拉得很好 四边 从前这一局的一共是 七分球以外来看 有五分球郭月都是极其主动 而且非常的果断 所以我们能看到他的比方 领先交换场地 从郭岩的角度来看 我们来看 他就第一个发球 发完球 出了个半出他的小半高 他上手还没打巴里拉以外 都基本上在一个被动方案上面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看到他太反拉了一个 所以我们从整场的这个 每一局来讲 我们能通过他比分和场上 我们就能看出运动员的这种 这种技术的发挥状态 是能看得出来的 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国家级裁判 张晓明 副裁判的是国家级裁判陈卫军 这个球拉十五一号孔丁辉 提出了暂停 对 很关键的时候啊 因为 本身领先交换场地以后呢 所以这个在比赛当中 这个暂停这个 是比较有艺术的 如果你叫得好的话 能起到很大一个作用 万万就是能够 我们说流转全局 对 那么什么时候暂停 这就要看 教练的把握 运动员的这种配合 总的来说 就把对方的那个势头给他宗旨了 把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那状态弄出来 是吧 这个这个原则 当然了 这一面还有这个教练员的 那个运动员的胆量 所以教练跟你说了以后 尤其比如说有时候 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九比十的时候 要求暂停我们的教练 但这种情况 一般我看都主教练提出来 但这个球 你就要告诉他 发完就发哪 然后怎么打 侧身上手上手 这个你就是算好的 那就说完以后 运动员敢不敢使用 对 这个第一个问题 所以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万一对方回球 跟你以前的逼啊 还要马上应变 这两个方面 好我们回到 看看这个比赛 郭月终于得了一分了 现在6比4 这分很关键 暂停之后上来是得分 如果不得分 那5比5又不一样 现在马上变了 对 漂亮 我们看到这个 郭月这段是什么呢 就说不轻易 这个想把握好自己的正手 在对方 撕自己这个正手的时候 他能拉 拉完以后 他马上来要反手 他往前靠 把住台 他不是往后退 你看 对 他都在前面 漂亮 好球 因为从力量的角度下 如果一退台以后 这个郭延的力量 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球拉得很好 好在哪儿 观众朋友 好在他看着小半高 可以发力的 他没发力 因为他人退了一下 再上去 如果他发力的话 那个时间已经往下掉了 所以他用中等力来拉了一个 拉过去反过来 节奏变了 对方还不好翻了 对 这个球处理比较好 漂亮 郭延今天主动发力 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首先是有一种意识 就跟郭延这样的人打 你稍微的晚一拍的话 你没有上手 那就很被动 这个球很关键 如果是打到7比8 那后头还是 还有希望 有9比6 这就不好打了 后面 这个球 其实你看机会很好 第一落点没打好 第二个拉完以后 没有准备 还原不好 还原不好吗 对 反而郭延这个线 房子打得好 因为这个是个机会球 其实这个球很关键的 他赢得还有机会 漂亮 今天郭延这个瞄准了 郭延的正手 空档这个位置 这个是对的 因为郭延现在侧身很凶 尽管他反手 可以 但是他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坚持多用正手 这时候郭延抓住的这个正手 空档那边 人员去三个球 都是奔正手去的 8比9 8比9 但是郭延说是郭延呢 在正手的短球出现的问题 接短球 一个 原生这个 分纷的 就看这个比分 如果是打发比 是肯定在停 打发比9比9 他就不巧啊 就接着一鼓作气啊 现在9比9 高了 哎 吃断了啊 没有看 没有看出来 他发了个拱的 那片中路 而且看这个球 我们看到 拉的是中路 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就高了 好的 这样郭延就以 这两个球 取得了胜利 索尔以赛